你有想過你可以用一隻手指頭 或兩隻手指頭就可以把這輛車扶正嗎? 為什麼要找車子的重心呢? 車子是直立的狀態比較容易牽 還是在傾倒的狀態比較容易牽呢? 我想答案很簡單 車子在直立的狀態的時候是最好移動的 為什麼? 因為它的重心保持在於地面成垂直的狀態 所以這時候你的車子非常好的移動 但如果它是傾倒的狀態呢? 因為重心改變了 所以你在牽的時候覺得 哎呀這個車子好重啊 不太好牽 所以呢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請各位找出你車子的重心 那當然這個部分 各位可以先把側柱踢下來 你可以在家裡自己嘗試看看 大叔要提醒如果 各位要嘗試最好還是有你的朋友在旁邊 幫你看著車子 以免車子萬一倒車的時候 至少你扶車比較簡單一點 不過找到車子的重心可以做哪些事呢? 比如說 鍛鍊腹部核心肌群 雞手指 甚至繞車子一圈 以上呢就是今天大叔跟各位分享如何找到自己車子的重心 找到車子對於你的操控技巧非常的重要 因為這攸關的下一課我們將要教的 如何動態平衡你的車子 以上就是今天的音樂教室 如果你喜歡大叔的課程不要忘記幫我們訂閱 按讚還有開啟小鈴鐺 我是大叔 我們下次見 下課 A! back up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